我們剛裝了這兩隻 一個是機器人在這邊 小機器人 另外一個是Squatch 2 這兩隻 這一個其實我們就是操作的時候直接用它 因為它會把它帶出來 所以以後只要直接啟動這個全風的變形金剛 那用的方法是這樣子 當我們板子插上去之後 就請你把變形金剛打開 它是這個公司做的 它是完全免費的 如果你想要用之前的S4A的積木 那你就選這一個 如果你想要用新版的S2A Squatch 2的積木 那你就選這一個 所以這個是自由選取的 它有一點不一樣 以前我們S4A它的那個角位是寫實的 它有規定說 5、6、9可以做PWM輸出 然後10、11、13、12可以做那個數位輸出 它是有定時的 然後你要用馬達只能用4號、7號、8號 所以如果你很習慣用這一個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這一個 那新的版本 S2A的版本 它的角位是可以自己設定的 但是呢 在使用上就變成說 你要用這個角位 你要先宣告 你要先告訴大家說 我這一隻腳是要做什麼的 跟它講完之後 設定完之後 你才能去做使用 你要多一個設定的動作 這個要留這兩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在這邊 但是好處是它每一個角位都可以自己定 所以我們今天呢 大概會全部用新的S2A給各位體驗一下 那舊的如果你還在懷念S4A 你也可以用這邊來用 好所以我們就選它 然後介面這裡呢 請把剛剛 剛剛我們是有抓到那個CAM3嗎 那你的 也可能不是CAM3 反正就是抓到你的板子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反正前面兩個都不是 這個不使用是模擬 就是沒有 你沒有Arduino板子的時候 它一樣軟體可以用 那這個就是模擬的狀態 那如果這個CAM1呢 是不用的 CAM1不能選 CAM1不能選 然後所以我們是選另外一個 如果 可是如果你打開找不到你的板子 就表示你剛剛這裡就有問題 你剛剛這裡就沒驅動 這樣了解嗎 那你就要去檢查你的驅動 好 所以選好之後 自動燒入韌體 以前我們很辛苦 要開Arduino 然後把S4A的韌體讀出來 然後再寫進板子 現在只要打這個勾就好 只要打這個勾 那剛剛那些動作都不用再做了 那這一片板子呢 如果你一直持續用這一個S2A的話 你就只要燒一次 下次也不用勾 不過差沒幾秒 如果你擔心害怕 不聽話 你就每次都勾也沒關係 然後這個打開Squatch 這個順便把它打勾 它會直接把Squatch2帶出來 好 所以就是1選好 2選好 3次打勾 然後請你直接按連線 然後按連線 它就會去做燒入韌體的動作 然後也會把Squatch2把它打開 它就打開了 打開之後呢 請你這是英文的 請你按地球 選一下中文 在最下面 好選一下中文 然後呢 在更多記錄這裡點一下 檢查一下是不是綠燈 如果綠燈 表示你的板子 跟我們的Squatch2 已經正常的連接了 那如果說你這裡是黃燈或紅燈 那你就表示這個翻譯官有問題 聽不懂 你就把它返回或者關閉 再重新連接一次 一定要綠燈 請各位打開這個小機器人 打開這個小機器人 打開之後檢查有沒有綠燈 然後積木調成中文 好